耶旦节的脚步一步步接近 加拿大多伦多慈祭之工 也到老人院送上耶旦礼物 有卡片也有亲手编织的围巾 戴着红色帽子 志工们提前到老人院 欢度耶旦 色彩缤纷的围巾 全是志工们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编织的 这样的围巾 刚刚好套在脖子上 又不会让老人家很不容易 放脱都很简单 除了陪爷爷奶奶玩游戏 耶旦节当然不能少了 耶旦老人 扮演耶旦老人的黄敬豪叔 这是他第六年来这 送耶旦卡 虽然这套衣服穿起来 让我全身都是汗 但是汗流浃背 但是我的心人是温暖的 希望能够把这个 我们的爱心 发放给每一个 能够让能够 每一个老人家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温暖 就这几年来 爸爸妈妈每次都跟我们说 我们来老人院是 我们自己的祝福 因为公公婆婆看到我们的时候 真的好高兴 然后就 我们就感觉说 自己很幸福 可以来带给公公婆婆 这么多的幸福 快乐 有这个机会来帮 跟公公婆婆来聊聊天 就是他们 我们这么一小件事 他们就那么高兴 所以就给我们增加很多 Lucky 聊聊天唱唱歌 志工们的热情相伴 让老人院充满鼓励 但新闻真事美志工 李嘉祥与华城 加拿大多人都报道 请不吝点赞